不诸四身相为俗法 这是六成 不诸之不贪作业 一般讲不执着 进一步说不但不执着 分别心也没有 为什么不分别 全是自信所现的 业实所变的 相有幸福 四有利物 所以佛在般若精神讲 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自然就不诸了 四有灯 就是下面讲的 神相为俗法 六成也 成 是形容词 什么意思呢 染物 成狗是染物啊 这六样东西 都是染物的 四 是 染物你的静性 六根根性 被染物 被染物了 身 染物你的 温馨 你的温馨 香 染物你的 鼻的根性 鼻根根性 味呢 染物你的 食根性 除 染物你的 身的根性 六根根性 六根的根性 被染物了 那么六根根性就迷了 密尔不绝 这趁你做反复 如果六根根性 没有被染物 那你是菩萨了 骄傲光大死 在《冷言正面》里面讲 菩萨 学师 用根 菩萨 不用 六实 为什么 六实是迷 转六实 为六根的根性 我们凡夫见色 马上就分别执着 那是什么 分别 第六意识 执着 莫纳 莫纳 实里头有 贪嗔痴漫义 就跟着起来了 菩萨 不用六实 用什么呢 用六根的根性 根性是什么样子呢 根性是清净 平等 菩萨用 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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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色尘 是尽色心 明心 尽心 用耳根 闻 闻性闻 用耳根 是闻性闻 闻身性 你看 你看 这六根 这样一交替 六根全是渐性 渐性成佛 所以教官大使 在论言真闻里头 大声几呼 学论言 学论言的 要懂得 学实 用耳根 他话讲的没错 论言会上 佛是这么说的 可是自古以来 这些著论言经的 大德们 都没有说这个话 而是用 天台 智者大使的 直观 来解释 来解释了 他还是用 阿赖 教官大使 指出的是 正确的 不可以用 直观 来解释 圣摩塔 三摩 掺诺 应当 依据 尽教 学实 永根 那就进行 戒心 称佛